9个台湾史上最强的地震 921大地震到底有多可怕 第一名堪比45颗原子弹轰炸台湾 长达102秒的人类浩劫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台上 地壳运动和造山运动活跃 至今以探明的活动断层多达36条 自1644年有记录以来 直到1999年 仅这355年 台湾就发生破坏性地震143起 换句话说就是 平均两年半就要地震一次 除了有形的损失之外 频发的地震带来的 还有难以估计的精神伤害 每个人在惊吓之余 内心都蒙上了一层阴影 更加可怕的地震是否还会再来 今天就跟着世界之最透 一起来看看 台湾罹难人数最多的9次地震 这些故事不仅讲述了 人类的痛苦与失落 同时也分享了希望与重生 第九名 1867年基隆海啸 1867年基隆海啸 是一场因地震而引发的大型自然灾害 根据淡水停滞的记载 这场地震及随后的海啸 对基隆城造成了全面的破坏 海啸来袭时 海水暴涨 山崩地裂 房屋轻毁 海水一度完全退进 之后又以惊人的速度回涌 当时的老百姓从未见过这般光景 一开始一见到海底 心里只想着赶紧下去捡鱼 可没想到没过多久 水就以惊人的速度 从外海往内港冲 海啸高度达到8米 许多人根本就无法及时逃脱 这场地震的震中 位于基隆与东方约500米的海底 震级约为7.0几 经此一役 沿岸的居民从700户居民 据减至仅剩16户 估计至少有数百人建上地 地震和海啸导致数百户民宅倒塌 沿岸有约200户家屋被浸水 其实从历史记录来看 台湾发生海啸的几率甚微 主要原因是台湾东部海岸地形陡峭 海底深达数千米 这让从太平洋传来的波浪受到阻挡 不亦沿着海岸上速 但当年的这场基隆大海啸 是由于地震所造成的海底破裂面 走向与基隆海岸平行 才是海啸波浪迎面扑向岸边 再加上海底平滑 海浪上速堆积 才会导致如此严重的灾害 是综合了各种巧合才造成 不过话说回来 各种重大的天然灾害 其实也都是众多凑巧所造成的 所以我们虽不必紧张 但也不能掉以轻心 第八名和第七名 1736年台南地震 1845年台中地震 1736年1月3日发生的台南地震 和1845年3月4日的嘉义 彰化地震 分别是台湾历史上伤亡人数 排名第八和第七的地震灾害 1736年的地震阵级 被估计为李氏6.0 共造成372人建上地 129人受伤 698栋房屋倒塌 而1845年的地震 同样的李氏阵级高达6.0 导致381人建上地 4220栋房屋倒塌 由于当时台湾地震频发 对这两场地震的详细资料 记载相当有限 然而正是因为这接连不断的地震灾害 让人们对于这种自然灾害的理解和重视程度逐渐加深 促使人们开始更加关注地震预防 减灾救灾的措施和方法 以减少未来可能发生的地震带来的伤害 第六名 1792年嘉义地震 1792年嘉义地震 也被称为嘉义彰化地震 根据地震学家的研究 这次地震的震级被估计在6.75至7.1之间 造成了617人建上地 781人受伤 以及24621栋房屋倒塌的惨重损失 根据1830年 由陈国英等17人编撰的台湾采访册记载 当时梅子坑死伤十分惨重 由此学者推测是梅山断层惹祸 陈国英等人当年还采访到了一则消息 据说当时梅山乡有一条山间小径 地震发生时 土地忽然裂开 经常走这条小径的一名乔夫 竟然掉到裂开的地方里 随后土地马上附和 这名乔夫被大地震吞噬的实况 被一名卖炭和卖水果的小商贩 亲眼目睹 时至今日 仍然令人觉得毛骨悚然 虽然这场地震留给我们的史料记载不多 但地震学家认为 它与1906年发生的列震规模相当 而且由于嘉义在1792年和1906年 各发生了一次强震 有人试图据此推测嘉义地区的强震周期 但地震学家指出 由于台湾有地震记录的历史较短 这种推测并不具备科学依据 地震的发生具有很大的随机性 预测具体的地震事件 仍然是地震学研究中的一个巨大挑战 第五名 1848年彰化地震 1848年彰化地震 是清朝时期台湾一次具有重大影响的地震事件 可当时人们对地震的认识有限 根据台湾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管报介绍 目前在彰化县内的几座庙宇中 留有可以回顾彰化地震的石碑和遗迹 不过那都只是简短的介绍 并没有详细记载碑文内容 不过经后来地质学者的研究分析 判断这场地震是由彰化断层的错动所引发 这条高活动性的断层位于八卦台地东侧 当时这场地震的规模应该超过七级 震源深度极浅 不超过十千米 因此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破坏 地震造成的直接后果 是惨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据统计 共有1030人建上地 22664户房屋全岛 包括瓦房和草房 受灾尤其严重的区域包括 大渡上中下堡 大五郡东西堡 烟雾上下堡 以及南北投保等地 在灾后的处理上 清朝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 来应对这场灾难 其中包括 从中央政府拨款 地方政府储备金 官身捐款 以及民间捐款等多渠道筹集救灾资金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当时最主要的抚恤金经费来源 竟是官身捐款 原来 清朝买官的情况十分严重 只是官方说法 不是用买的 而是用捐的 而要捐 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捐 当政府有事需要用钱的时候 你才可以捐 这本海将捐入章程 便是这项灾害后捐款的法律依据 可谓是依法行政 反正捐的越多 就能得到越好的官职品贤 因此 当镇灾 风灾 民变等需要经费的事件发生时 便是一个很好的从政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资金不仅用于直接的救灾 也用于灾后的重建工作 包括修复损毁的寺庙和其他公共设施 说起来虽然士绅花钱买官的行为不妥 但至少这笔官僧所倦的金钱 还是用在救灾上 似乎也没什么毛病 第四名 1906年梅山地震 1906年的梅山地震 是立场在台湾历史上 留下深刻印记的自然灾害 这场地震的震级达到了7.1 震中位于嘉义县的梅山乡 对周边的云林 嘉义 台南等地 都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 在那个时代 许多建筑还是传统的土脚错 抵抗地震的能力极为有限 根据官方和当时的报告 这场地震造成了1258人见上地 受伤人数更是高达2385人 这还不包括那些 在灾后因为医疗条件限制 而未能得到及时治疗的伤者 在当时记载的故事中 地震当天因为灾区的医务人员 也被土块压伤 且损失全部药品 于是在紧急处理伤员的时候 只能从土块中挖出上可使用的医疗器材 甚至到处挖那些被埋在瓦砾中的裹脚布 来当绷带用 当时的医疗条件到底有多恶劣 可想而知 而在建筑损毁方面 灾区共有6769栋房屋被完全摧毁 14218栋房屋受损或半岛 这让当时的农业 指唐业 张老业 造纸业 商业 服务业 都严重受创 赈灾加上日资入侵 加速灾区传统制唐业的没落 而震后极力宣扬木造建筑的优点 则加速推动阿里山林业开发 与阿里山铁路的兴建 又造成阿里山森林的另一场浩劫 虽然梅山地震给当时的台湾社会 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但灾后的重建中 则展现了台湾人面对自然灾害的勇气和智慧 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和文化遗产 值得一提的是 当时台湾仍有女性缠组的习俗 这导致了在灾难发生时 许多女性因为行动不便而来不及逃生 这让女性剑上帝的比例明显高于男性 可以说 这一悲剧后来也加速了缠组习俗在台湾的消失 除此之外 当时台湾人对西医相当排斥 也非常忌讳进行大手术 震后因不愿动手术而剑上帝的多达43人 可在这次抗震救灾的过程中 西医的治疗办法广泛取得成效并获得好评 进而逐渐改变灾民对西医的看法 同时 许多对于台湾建筑物耐震方面的检讨与分析 相继发表 1907年政府公布 台湾家屋建筑规则施行细则 取消土角及土角混合砖石构造方式 并明确规定 其结合部应以水泥沙江固定 这时首次将耐震防灾观念纳入法律体系中 而至于文化方面的影响 梅山地震可以说是造就了焦纸桃艺术发展的另一高峰期 受地震影响 当时新港奉天宫 西北六星宫 嘉义孔庙 大猫大道宫庙 庆城宫等都在1910至1920年间重建 重建过程中 又侍奉猛霞龙山寺及北港朝天宫改建 一系列的灾后重建 促成焦纸桃文化在当地生根发芽 嘉义从此被誉为焦纸桃之乡 日本人还将焦纸烧称为嘉义烧 第三名 1862年台南地震 1862年6月7日 台南和嘉义地区发生了一场大地震 震中大概在现在的台南市观田区附近 震级达到了6.6 烈度6级 据统计 至少有1700人在这次地震中建上地 超过8735件的房屋被完全摧毁 是1900年以前 台湾伤亡最为严重的地震灾害 这场地震不仅震出了当时隐藏的建筑隐患 还震出了台湾400年地震时的特殊现象 这场地震让人们重新开始关注 台南的地震居然是季节性的 且主要发生在冬季 有意思的是 这个现象早在1655年就在一本叫《旅行奇谈》的书中被提到 而经过历史考证 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 虽然结论是有了 但这里面仍有两个问题 特别让人费解 首先 当时提到这个现象的是个欧洲人 虽然他只是轻轻地在他的邮寄里提了常在年中四个字 但这四个字即使没有百年的历史数据分析 至少也要有几十年的在地经验归纳 作为一个欧洲人的他 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观点 其次 这个说法竟在三百多年后得到了证实 这就奇怪了 难道他有预知未来的能力 而当很多人开始关注这件事的时候 在1862年那次大地震后 又过了84年 1946年 台南又发生了一次灾情严重的地震 也是在冬天 然后是1964年的白河大地震 还有2016年的台南大地震 同样都是冬天发生的 这一桩桩一件件 无疑不再印证着季节性地震的这个说法 这些冬天发生的地震 每一次都给台南带来了不小的损失和痛苦 也让人们更加重视地震的预防和准备 而至于这个季节性地震的现象 是奇特的惯例 还是刻意的安排 又是谁在对这些断层发号施令 至今仍然是个谜 第二名 921大地震 1999年9月21日凌晨1点47分 一场李氏7.3级的地震 将众人从睡梦中惊醒 这场地震阵源深达8000米 主阵持续了102秒 而仅仅只是这102秒 就夺走了2415条鲜活的性命 除此之外 由于震中位于吉吉镇附近 所以官方又把它称之为台湾吉吉地震 俗称921大地震 这场地震属于为内陆浅层地震 断层地表破裂面 全长大约106000米 造成地表断层最大垂直错动量达11米 最大水平错动量达10米 破坏力强大之余 在这主阵发生之后一个月内 还一共发生了大约1万次的余震 其中将近400次有感余震 余震大多数发生在主阵破裂带至周围 分布于车隆浦断层东方及镇中南方一带 这场地震 共造成2415人罹难 29人失踪 11305人受伤 除了人员伤亡惨重外 无数栋房屋在地震中倒塌 他们就像如沙丁鱼一样推积一团 场面实在目不忍睹 据统计 在这场地震中 共有51711栋房屋全倒 53768栋房屋半倒 而且经过后来的数据分析 全台的死亡与重伤案例 有高达87%到96% 都为建筑物倒塌所致 原来在地震前 许多貌似无恙的建筑 其实早已成为微楼 或有着潜在的风险 其实 80年代正值台湾经济起飞的时期 大量涌入城市的宜居人口 带来的是高度的居住需求 许多仓促兴建的公寓大楼 在法规不健全的情况下 相对脆弱 此外 民间还存在许多 故意或无心的违法情势 例如黑心建商偷工减料 民众因风水或生意需求 而打掉梁柱等 建筑结构的破坏 无疑也升高了受灾风险 除了大量建筑物的折损 城市大量的水利工程 电力工程也遭到严重破坏 如大家西 它作为台中县主要引用水源之一 那全长700米的石岗大坝 在地震中受断层作用 北断三垮泄洪道断塌 断裂处南侧宫起约9.8米 北侧约2米 蓄水功能全失 尚有水库底床露出地表 与此同时 地震还造成台湾岛内火车全部停驶 合一 合二厂跳闸断电 高压输电线塔毁损 台湾全岛停电 更引发了大规模的山崩和土壤液化灾害 总经济损失约新台币92亿元 约占年GDP的3.3% 对于台湾来说 这场地震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物质损失 也暴露了政府与民间在灾难防范 应对以及处理方面的不足 在大地震之后 政府开始协助民间重建家园 通过一系列的努力 倒塌的大楼大多已经重建完毕 然而 中间的过程对灾民而言却是非常艰苦的 例如 台北倒塌的东兴大楼 就是经历了十年的时间 还有多次的诉讼 才得以重建完毕 而地震揭露的偷工减料现象 让台湾社会对建筑安全的重视程度 达到了新的高度 而且为提醒大众重视防震及救灾措施地震发生后 雾丰香被规划改建成地震纪念博物馆 以保存地震原址 记录地震史实 并提供社会大众及学校有关地震教育之活教材 他后来还在2001年2月13日正式定名为921地震教育园区 以彰显其纪念及教育意义 如果介绍到这里 你还对这次地震没多大印象 那有两首歌你肯定听过 一首是莫文卫的《忽然之间》 一首是谢霆锋 黄大伟 游鸿鸣 黄中原合唱的 我们这里还有余 这两首歌都是为了纪念这次大地震所创作的 然而不幸的是 根据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等机构的初步调查 截止到2022年的第二季度 台湾兴建达30年以上的老屋数量已超过460万户 其中隐藏不少微老集合住宅 但碍于产权复杂 拆迁不易 成为了防灾工作中 急待解决却也最棘手的问题 也许台湾的抗震工作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一名 1935年新竹台中地震 台湾近代史上死伤最严重的地震 是发生在1935年4月21日的新竹台中地震 这场地震的震中位于新竹和台中之间 震级达到了7.1级 堪比45颗原子弹的爆炸威力 灾区横垮新竹 苗栗 台中三个县市 受灾面积达315平方千米 共造成3276人见上地 仅12000人受伤 这场地震造成了三条长度 分别为12000米 5000米及14000米的地表破裂 其中长约12000米的石潭断层 从石潭乡竹木村 向北延伸至三弯乡大河村 最大地表垂直台升量达3米 而长约14000米的屯子角断层位 则位于今天的台中市厚里区 向西南延伸经内部至清泉港 裂痕的最大又一辆足足有1.5米 灾后的新竹和台中呈现一片狼藉的景象 许多建筑物 尤其是当时以木结构和土雀砖建成的学校 公共建筑物及民居都在地震中纷纷坍塌 数据显示 在众多住房中 共有17927户倒塌 11446户半倒 9836户破损严重 15583户受到损害 而非住房建筑也并不好到哪里去 共有2855栋倒塌 1240栋半倒 1250栋破损严重 1545栋受到损害 农 工 商业 交通与建筑物财产损失金额超过3700万元 除此之外 这场大地震也让苗栗山区痛失大量的历史遗留古 像石头山劝化堂 开山寺 福天宫 南庄永昌宫 三湾五谷宫 小南浦重圣宫 头份一民庙 竹南中港的妈祖庙等 都在这场地震中捣毁 有学者分析 在这场天灾当中 新竹州全岛房屋是台中州的二倍 但见上帝人数却是台中州的四分之三 这主要原因是因为 地震发生在星期日早上6点02分 新竹州主要灾区 以客家人务农为主 生活习惯是早睡早起 地震发生的时候 许多人已在田地或其他场所工作 而台中州主要灾区的居民大多从商 交集应酬的习惯 让他们相对起得比较晚 地震时大多数人还沉浸在梦乡 这让受灾人数大幅上升 不仅如此 这场地震还引发了山崩地裂等次生灾害 给救援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担心好 天灾无情人有情 事发后 新竹和台中两地的警察 壮丁团 青年团和民房组织等 都纷纷投入到救援工作中 这场地震不仅给台湾带来了深重的伤痛 也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为了纪念这场灾难 也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地震的破坏力 和灾后重建的艰辛 改制前的台中县政府出版了 《屯子角大地震》 专辑和老照片特辑 详细记录了这场大地震 对中部民众的影响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不知道今天介绍的这些 让人触目惊心的地震 哪场最让你印象深刻呢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们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点赞加订阅 以及分享给您的朋友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